丰富的海洋资源让马德林港成为了海鲜爱好者的天堂 而当地的特色海鲜餐厅不仅仅是物美价廉 其专属的供货渠道以及独特的捕鱼方式 也是吸引顾客频频光顾的原因 我们继续来看 晚上八点刚刚开门 这家叫做大西洋海鲜的餐厅就几乎已经坐满 如叉子般大小的橙子 硕大的扇贝和肥美的清口 都是必不可少的美食 而这样一顿海鲜拼盘 人均花费约1000到1400笔锁 约合人民币130到180元 这里保持食材新鲜优质的原因就是 店主拥有自己的捕鱼船 每天他们都是白天出海打鱼 晚上给餐厅送来一天的收获 另一个餐厅必须买这个 如果买它就买它就买它 那就是这种不同的味道 我们给它们给它们的味道 它们是全新鲜 餐厅老板路易斯 是当地的手工业捕鱼者 他们捕鱼的设备非常简单 与其说是捕鱼 不如叫捡食更为贴切 每艘船需要至少有一名潜水员 下海把一些贝类 或者八爪鱼放到网中 随后 另一名在船员接到信号后 再将网捞出即可 而这种传统的捕鱼方式 也为餐厅吸引了不少顾客 相较于工业捕鱼作业 这种手工业捕鱼方式看似笨拙 却更能让海洋休养生息 此外 为了保护海洋渔业资源 当地政府还规定 捕捞者必须严格遵守相关法规 不得不捞过小的海产品 同时还有相应的进补期